經歷了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我英文太爛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被那個海關 帶去小黑屋盤問了一大堆東西 我找到我的寶寶了 在這個黑人身上 這次我要去美國了 而且是我自己一個人去 好嗎 然後我等一下要搭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一直到美國的西雅圖去 Yeah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就是日經可轉 很大的挑戰 這機超大台 而且我好緊張 剛剛找不到這位你知道嗎 超尷尬的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起飛了 我找到我的寶寶了 在這個黑人的身上 這可以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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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背包 這一個背包 哦 我在找我的包包裡面 啥俠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西雅圖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我的這個行李在哪裡 我很怕我的行李箱也被人家拿走 你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要去過那個什麼 海關的吧 這邊的人在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我的英文超級爛的 沒關係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國土 好啦 我先準備去辦理這個出海關的手續 各位 我跟你們講 剛才經歷了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我英文太爛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被那個海關帶進去小黑屋 盤問了一大堆東西 我的天啊 我剛剛嚇到一直抖耶 我很怕說 等一下我回答不好有沒有 被遣返回國 都不用玩了 超級緊張 但是 還好那個警察伯伯很親切 很熱情 就是他知道我聽不懂英文 但是也是盡力的跟我溝通這樣子 警察還直接打給Joseline 好扯喔 對 反正就盤問了一些東西 確認我不是來這邊違非坐待的 對 然後警察也就很開心的放行啦 所以說我現在就是要 準備走去外面了 怎麼來一趟美國 在經歷了一堆風風雨雨啊 真的很恐怖 出門為之後 出門的 對呀 對呀 爸爸 今天很明明 為什麼 對呀 漂亮 不要 對呀 對呀 隨身無可 對呀 對呀 對呀